据波音公司一名发言人向法新社透露 由于在对波音777X机型飞机进行测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 波音公司已经暂停了对该机型飞机的测试 据报道 这名发言人表示 近日在对波音777X机型飞机进行最终负载测试过程当中 测试团队预见了一个问题 需要就此暂停该机型测试 而另据一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 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飞机的一扇舱门突然发生了爆炸 最终负载测试是对飞机进行超过正常商用负载的极限条件测试 是飞机认证程序的一部分 波音公司表示 目前波音公司正在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已找出最终原因 波音新型长途飞机777X最初定于今年夏天首次试飞 但由于其发动机出现问题 被推迟到2020年 目前还不清楚该机型的是飞时间是否会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 油温可测试